其實包括這個松基的篩檢戰 還有最近的一些決策 針對指揮中心 民眾黨也在臉書上頭發文了 說終究是要接受的 為何不一開始就傾聽民意呢 謙虛包容才是為政的正途 感謝指揮中心願意採納意見 接收快篩養 還有給要給全民適用 那麼放下有色的眼鏡跟言論審查 廣納所有好的建議 才可以及早遏止悲劇發生 民眾黨就指出 抄令系改 堪稱是民進黨政府防疫的涌動機 抗疫這兩年多來 地方政府其實是陸陸續續的 向指揮官陳時中 提出了相當多的建言 但是因為政治立場不同 所以這些建議 常常都被視為是一種挑釁 種種負面的意測跟較勁 反而是抹煞了朝野攜手防疫的機會 比方說在這邊有一些什麼樣的政策跟建議 像是快篩養再PCR 或是快篩養就給藥 快篩養就等於確診 還有以篩代格 居家照護 親子及門診這些政策 台北市發起了無數的措施 那麼一開始指揮中心好像就是有一些反對的聲浪 但是現在逐一在全台推行落實了 也為第一線的醫護受苦民眾減輕了一些壓力 民眾黨就呼籲說必須要放下有色的眼鏡 還有言論審查 聽一聽這些好的建議 遏止悲劇的發生 那麼總統蔡英文日前是下令說 北北基陶設立大型的篩檢站 剛剛在新聞畫面當中也看到了 在台北市松基的停車場設置了一個大型的篩檢站 對此台北市長 柯文哲就炮轟中央不要瞎指揮 批評中央放寬這個護病比 更是一個戰略戰術的矛盾 他說到底這個指揮官是怎麼下命令的呢 柯文哲說如果一確診就住院 很多人只是休息測個血氧機 病護比用這個1比15沒問題 但要保留醫療量能在中重症 北市下令沒有到使用氧氣階段 原則上是不住院 如果要住院的都是要使用氧氣 又把這個醫護比放寬到1比15 才是戰略戰術矛盾 那麼回到今天剛剛看到 這個松基的大型篩檢站 柯文哲是很不瞞 他認為這是戰術佈置錯誤 他說這個是不要瞎指揮 亂指揮造成地方的困擾 負責這個大型篩檢站業務的 是衣服會的執行長王必勝 對此王必勝也在臉書上頭發文了 他說台北市民需要的是 這個PCR量能仍然是比較高的 平時準備的PCR量能 應該要充分發揮出來 此時不用更待何時呢 王必勝還指出說 台北市的PCR篩檢站 大部分其實都是在這個醫院裡頭 醫院內比較不容易有充足的空間 也多多少少會妨礙到伊朗作業的運行 他還提到說台北市一向有自己的戰略思考 未必會認同我們的看法 但盡力服務人民滿足人民需求的想法 相信是一致的 中央地方合作這個防疫才能成功 好 那麼另外呢 有個新的這個措施 大家要注意聽好了 快篩陽等於確診 從明天開始會新增兩個對象 哪一些人適用呢 其實之前包括了這個居家檢疫 有居家隔離自主防疫的對象 65歲以上長者 如果這個快篩呈現陽性 醫生認定之後就可以視為確診病例 從明天開始也新增 原住民還有這個離島的居民也適用 另外這個指揮官陳忠昨天是表示 未來要逐步增加這個快篩陽性 就是確診對象 後續會擴大到全體人民都適用 不過專家也提醒說 這個方法要注意的是快篩試劑不足 而且有胃陽性 口服 抗病毒藥物人不足 視診 診療 卡關 一共有三大問題 必須要先準備好了 不然恐怕會加大醫療體系的負擔 比方說像是前疾管局的局長 蘇一仁他就表示說 確認快篩陽仍然要透過醫生的認定 加上現在口服抗病毒藥物不足 這兩項問題都會讓全面開放出現麻煩的 他認為要在開放前 必須先把這個篩檢跟醫療完全的分開 否則所有的政策 最後都導向要醫療人員來承擔 可以預期將會亂象重生 另外林口長根醫院的副院長邱正勳表示 如果全面開放快篩陽就是確診的話 等同是實質要與病毒共存了 也就是說把新冠肺炎從第五類傳染病 降到第四類傳染病的一個時間點 他認為說全面開放的好處是 針對隱性高風險的患者及時給藥 但缺點其實目前我們的藥物 只準備了全人口的3.5% 明顯不足醫師透過這個視訊 很難完全掌握患者的狀況 也可能會影響到藥物的開力 當醫生判斷的這個灰色地帶越寬的話 問題當然就越多 藥物儲備量不足的話 也讓擴大快篩陽性及確診的適用對象 增添更多的隱憂 那麼為了提高這個篩檢量呢 蔡英文總統昨天是宣布 在這個松基加開了一個 三合一的大型篩檢站了 對此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她也在臉書上頭說話了 她表示這個松基的篩檢站 讓醫療量能更疲於奔命 她認為目前這個PCR不是重點 而是要讓快篩陽性的民眾 等同確診患者 給予相同的醫療資源 要有足夠的藥品還有快篩劑 可以好好的修養 不要再爬爬燥增加傳染風險 那麼在松基的大型篩檢站 柯文哲批評是戰術錯誤 要中央不要瞎指揮 他說主要是篩檢量要提升 不是新設篩檢站 對此時事評論員鄭春琦 他就痛批 中央講不聽 難道是台北原本設立的篩檢站 民進黨沒什麼好撈的 自己設一個買機器 買設備可以撈嗎 中央跟地方最次在爭執 說要不要在宋山機場加一個 地方明明是說 你把PCR的篩點量 檢查量幫我們提升 原來的點提升就好了 他要給你增加新的點 我就想不通 就跟醫護拼命跟中央講 跟陳時中講說不通 後來我想搞不好 原來台大怎麼增加提升量 沒有什麼沒什麼可以挑的 我的問題是說民進黨 你是挑了不夠的不是 搞不好新設一個點 買機器 買設備好可以挑 你整天就想要怎麼挑 如果說這次要決勝 也是減低死亡率 那你為什麼不是下重金 不是下這個很好的資源 給這些醫護 讓他們打起仗來精神飽滿 你會覺得這個錢花下去 怎麼這麼吝嗇 怎麼這麼苛扣 那我們又問 幾千億的這樣的錢 花到哪裡去 你們前面在那邊挖來挖去 從你看篩計也有問題 疫苗開發一個問題 一大堆高精數沒到質疑 質疑錢用到哪裡去 所以我說他們這個方槍左板 看似無理 明明一顆人都胖 幾十顆人都說不聽 是不是他們都在想口袋 你嘴巴去衣服在那邊 乾乾乾乾一直叫 這有小孩子的家長非常緊張 你緊張 幾緊張 他就睡著著說 你們不會這個土地 要怎麼救這個機會 越亂 跳越多越好 你們的生命 醒耍叫狗 所以我是覺得整個這種 不仁的心態 然後讓老百姓慌張 緊張 你生病的時候又增加不安感 對於痊癒是沒有幫助的 台灣護士醫療產業公會 是不滿基層快要崩潰了 但指揮中心卻是發函 到地方衛生局 將專責病房的護病比 從1比5放寬到了1比9 那麼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的 副組長羅一鈞就說明 這是為了讓醫院彈性調整 暫時取消僵化規定 那麼心臟科外科醫師 吳欣戴中怒通說 看了爆炸難過 指揮中心可能 不可能不知道 你訂了上線 就是醫院的下線 一定會照做 他直言 護病比高出了負荷 要靠病來反應 不能只靠護來反應 醫護人員已經非常累了 但是他們還是會繼續配合 就算是因為制度造成 他們分身乏術 患者出問題 他們還是只會怪自己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 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 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